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邓伦成名故事太扎心 他出道背后有哪些心酸,令人泪目 2005年,读中学的邓伦得到晴天霹雳的消息 最爱的老爷去世 13岁的男孩两眼泪汪汪哭着 悲壮的失去顿时变得无力 老爷教他练书法,悲失 从上幼儿园集,知道一道理,认真读书,将来报效社会 邓伦家世显赫,家教颜,父母军人出身 这种家庭出生的男儿自小不受约束 他小时候淘气,调皮,世事爱讲歪理 爸妈管不住他,文人气息的老爷担任了重要角色 传授外孙丰厚的知识,好在他听话 老爷说的任何语言,讲的任意言论,至少可以听进去 快乐的童年,疼痛的青春期,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 处在压力和民主化教育下,邓伦读高中时,成绩并不优秀 在班级上有女生表白,基本拒绝 2008年汶川地震爆发,全国人心惶惶 16岁的他十分同情家破人亡,家庭破碎的孩子,开始冲刺,弥补学科上的不足 无奈,怎么学,排名依然在中上等 那一年,20岁的马思纯在小姨讲文力的观照下,顺势出道,先后参演密案我们天上见 同兴出道的杨子,长年活跃,有作品播出《家有儿女》小雪人气爆红 18岁的李沁被李绍红选中出演《新红楼梦》薛宝钗一角 学业平淡的邓伦,全然不知未来会与这三位人气花旦有深度合作 天无绝人之路,人有后顾之忧 有志向,有想法的男儿在人生关键转折点会有重大决定权 邓伦并不是没规划,没认知能力 平庸的文化课并没打击他走出石家庄的信心 一成名故事太扎心 2011年他读高三,突然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既然成绩已经定型,何不学表演为自己谋出路 原地踏步等于陷入死胡同 下了这个赌注,立马跟父母交流 邓爸邓妈算是比较民主,支持儿子的梦想 邓伦家算是石家庄地区资历雄厚,关系脉络广 父亲一星期内联系到不错的表演老师 他跟邓伦说 好好学,为自己争口气,你的未来是你的 2011年5月,表演试镜考试,顺利通过 杨子已经在北影独大二,演戏的机会逐渐增多 7月他收到上戏的录取通知书 从故乡赶往上海,踏向有盼头的远方 经过一番努力,年少有位的邓伦终于得尝所愿 童年考试的朋友,为哥们欢呼 他不一意孤行,反之有更深的规划 大一主攻专业知识,大二主动寻找资源 没背景,没江山,靠自己才是王道 2012年李沁成立影视文化工作室,四年演戏,经验充足 邓伦业余时间在上海剧组找机会,琼瑶阿姨头拍《花飞花物飞物》 机缘巧合,他被选入和杨子演情侣,渴望演戏 渴望有那样一次突出重围,接触宽广视野 大学时期的邓伦,比青春岁月多了一份责任感 没彻底进入演艺圈之前 他摸着石头过河,北京上海多次试镜,结果全是龙套角色 一跑四年,从考上大学到离开校园 2014年,马思纯通过《五妹娘传奇》正名演技 苏友鹏拍《佐尔与欧好眼情侣》,黎巴拉一脚爆红 2015年,邓伦毕业从海飘选择了北飘,背着行囊,开启了艰难坎坷的打拼生涯 住在一个月3000块的出租房,每天吃泡面,和绝望的生活死扛 拍广告,隔三差五找合适的剧本,深信,只要努力,不被困境打倒 重建黎明,冲进顶端迟早能实现 接到的第一支广告1500块 无论逆境还是风雨,当收获的酬劳到自己手上 辛苦耕耘的邓伦脸上还是有那么一丝喜悦和安慰 二出道背后有哪些心酸,令人泪目 上海教会邓伦孤独,北京给邓伦绽放梦想,释放才华,执着追梦的时机 演艺圈很残酷,只有亲身去感同身受 名利如浮云,精力如过眼云烟,练就适当的承压能力,才能看到精髓 2015年下,邓伦从不靠谱的影视公司解约,来到白鹿原剧组,刘尽导演一连三十几次尝试,他接住了 也正是这部剧,他的影视生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穷小子,地位低下的打工青年到资源不断 巧的是,陆赵海令他提前过了一把演戏影 面对张嘉义、秦海露、河冰老前辈,九个月一边磨练心智,一边偷诗学艺 同年,接到金国洞编剧《青春剧十五年等待候鸟的邀约》,饰演男二号柳千人 这一年,26岁的张若云界无心法师张显宗圈粉,与有影响力的男实力派搭戏,邓伦稍微有点恐慌 播出后,与老搭档孙怡的兄妹恋,在十五年陪伴中格外夺人眼球 这一年,马思纯参演影版《七月与安生》拍摄,第二年播出时 票房大涨,因角色好,与周东宇同货金马影后,从此他也算是电影圈人物 邓伦此时,加入了繁忙的拍戏队伍,从接不到戏,人员差到资源一个挨一个,发挥劳魔精神,从来不觉得累 邓伦觉得,真正有职业道德心的演员,叫苦完全没必要 人红了后和人处于低谷期不一样,出道路上,邓伦吃过最大的亏,没背景,被蔑视,被排挤 一十五年拍《燃情大地》,采访时话筒被记者抢走,背后的心酸不计其数 三光环笼罩,并未被名利场的花花绿绿所诱惑,他之事故,懂让步 石家庄之光,作品百看不厌 日新月异的文化圈,一个人只有保持住应有的底气,才有激情澎湃的力量 慢灵魂,做事有分寸,有余地的邓伦,总能在反思中提升自己 2017年至2018年,演绎事业的辉煌期,一夜间,有了各种各样的花式标签,诸如古偶小生未来可期,后继勃发 2016年因为遇见你张果果,李云凯青梅竹马的爱情,让女友粉沉迷,羡慕不已 羡慕不已,谁知一十月,孙怡突然在微博官宣语京圈青年,懂子见恋情,第二年生下女儿 此年,邓伦接到正午欢乐颂的剧本,他大约看了看,非常喜欢谢彤的人设,顺理成章答应 不料,摇滚青年,受过情商这些设定,邓伦演起来格外投入 那时,他刚与金晨分手一年,业内传闻五花八门,媒体曝光的牵手,同居,不声不响又分开,关系破碎后,有骂女方的,有骂男方的 有说经纪人干涉,情侣关系沉没路后,邓伦一心一意做起了事业 地位越来越稳固,他无从暴露自己的私人生活 2017年朱瑞斌导演执导,老朋友杨子邀请,顺利参演相逆,拍下水戏 由于是神仙旭凤,这个人物心理转变大,所以演绎过程中需克服不同程度的困难 更何况,一个有挑战力的角色,终会给表演增添光芒 似懂得父母辛苦,了解老辈的苦心,发誓努力赚钱 2018年暑期相秘大火,邓伦的表演上新阶层 人气,咖位有了新变化,此后他唯一看上的剧本《加油你是最棒的》 18年夜内有几个综艺向邓伦发出邀约上新吧,故宫 该档节目播出后一片好评,收视率喜人 一年后,27岁的邓伦演一北,飘逸足好泽语的《滚烫人生》 与老戏古涵同生,霓虹姐演对手戏,这部戏上新湖南卫视,当时泪点满满 和马思纯的情侣搭档很舒适,闯出一片天,邓伦又在剧中回忆了那段艰辛的生活 同一时期,杨子李线的亲爱的热爱的又掀起热潮 时间转眼到2020年,疫情爆发,全国危机惶惶 影视夜寒冬,邓伦回石家庄开了火锅店,经营了火锅行业 顺便陪了陪父母,3月底4月初武汉解封,投资公司宣布拍摄一十个疫情故事系列的《在一起》 6月份邓伦进组《在一起之我叫大连》,手穿白大褂,与李沁饰演一对在病房里抗击病魔的英雄 那年平安夜,与郭敬明,赵又廷合演的《晴雅集》上线电影院《博雅的单纯憨厚》 让观众震撼,第一次上大屏幕就有如此炸裂的演技 豆瓣从6.0至5.1,只可惜随后,郭导陷入了抄袭风波连累这部电影下架 票房成绩不算数 失之东鱼,收之桑鱼 那时,心态平和,情绪稳定的邓伦,似乎更明白演艺圈的生存规律 没资历站住脚跟之前,一定要放低姿态 2021年《理想照耀中国之天河》公布邓伦出演吴祖泰一角 吴祖泰是红旗渠的创始人 这个角色是艰辛的,爬上爬下,取景点在悬崖峭壁和山洞 他根本不敢往下看,特别危险 拍摄环节,要注意个人安全,还应发扬红旗渠精神 严格要求自己,因而上星后,得到了各方赞叹